霹雳五进奥运会了 那王一博 孙宏雷是不是也能拿个好名次呢 各位好 我是本期的新闻众讨官李纯 大纯的今天来跟您聊天了 东京奥运会闭幕式上的巴黎八分钟 可谓是惊艳全球 也让大家深深地感受到了 法国人特有的那么一股的浪漫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这短短的八分钟里边 还出现了霹雳五的画面 那么作为奥运会新增的项目 霹雳五将在2024年的巴黎 首次亮相奥运赛场 这也成为了百年奥运之中 最年轻的这么一个体育项目 那问题来了 奥运会新增的项目通常是如何决定的呢 一般来说 奥运的主办城市 有权向国家委员会提议 要新增哪些比赛的项目 当然历届的奥运会的主办城市 一般都会提出 比如像能够展现自身特色的运动项目 或者是依照自己的体育优势 来新增比赛项目 另外国家委员会 在考虑新入围项目的时候 还会优先考虑 那这个比赛项目 能不能吸引新的观众 吸引年轻人 或者是有助于促进性别的平等 国家委员会主席巴赫也说 说像霹雳五这样的运动 加入到奥运会的大家庭中 将有助于实现奥运会的性别平等 增加都市气息 更重要的是 能够吸引更多年轻人的观众 对于霹雳五来说 这一次确实是一次国际舞台的惊艳亮相 那么诞生之初 霹雳五一度也被认为是带有叛逆或者新潮的因子 传入中国的时候 霹雳五更打上了这种不正经的标签 曾获全国霹雳五大赛亚军的孙宏雷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也表示说 当时跳霹雳五 那就不是正经人干的事 不过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 以霹雳五为代表的街舞文化 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包容和认可 那么当奥运会进入巴黎时间 充满青春与朝气的霹雳五 也值得人们的期待 以跳舞出名的艺人王一博 甚至还被喊话说要参加巴黎奥运会 还有网友很好奇 曾经得过霹雳五王的孙宏雷 如果去参赛 他到底能得到什么好名次呢 得嘞 今儿咱就聊到这儿 下期新闻众早关 大厨跟您接着聊